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截至11月底全球总确诊数已经突破6000万人 即使是防疫模范生的台湾 也在11月30日一口气新增了24例境外移入个案 是今年单日新增病例的第三高 虽然指挥中心已经下令将全面暂停引进印尼移工两周 但这暴增的确诊案例还是让民众听了心惶惶 为了因应越来越险峻的疫情 全台将从12月1日起推动秋冬防疫专案 八大类场所都严格规定需要佩戴口罩 武汉肺炎疫情在秋冬攀上新的高峰期 为了扩大防疫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秋冬防疫专案 要求从12月1日起进入八大类场所都需要强制佩戴口罩 加强医疗院所通报裁检 以及入境转机者登机前都需要附上核酸检验报告 其中与民众最切身相关的就是必须强制佩戴口罩的八大类场所 究竟是哪八大类 这八大类场所涵盖了日常的时宜住行 无论是看电影逛百货 口罩可都得戴紧紧 否则将被依规定开罚三千至一万五千元 不过就在全球努力防堵疫情的同时 身为病毒起源地的中国 居然还在努力发动大内宣大外宣 继美国意大利欧洲外太空之后 再度企图把病毒的起源地甩锅给印度 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小组的最新论文 他们认为病毒是源自于印度孟加拉 在去年夏天就流行了 强调武汉发生大流行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 洋洋大国再度开启甩锅模式 矢口不认病毒的起源和中国有关 但德国哈勒大学医院病毒学家科库勒 日前则在德国电视节目中指出 武汉肺炎病毒最初的起源确实是来自于武汉 不过目前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病毒 是在意大利出现的变异体 感染力比一开始武汉传播出来的病毒更强 他认为意大利可以说是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开端 目前在中国看到的病例也是意大利突变的病毒 疫情爆发至今不止全球确诊数突破6000万人 甚至已经有146万人因此病故 民众更关心的是 究竟疫苗何时可以开始施打防疫之路的尽头 究竟在哪里 中国研制的疫苗仍处在第三阶段测试 却以紧急使用微有替百万人接种 甚至外传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等高层 也施打了中国疫苗 相较于结果难以预测的中国疫苗 台湾疫苗研发的进度最快在年底 只要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如果顺利的话有望在明年就能上市 至于台湾何时才能买到国外疫苗并且开始施打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想表示 乐观的话明年第一季就有机会能够买到 各国的疫苗开发已经陆续迈入二三期试验 英国卫生单位评估纽金疫苗最快12月开始分发 美国的惠瑞和莫德纳疫苗神也有可能会得到授权紧急使用 疫情看似有望在明年趋缓 但在正式取得疫苗前 戴口罩请洗手才是防疫最基本的动作